很多喜欢漂亮的女生都知道 想要在美国买到日本人气的化妆品 或者是保养品 都必须要透过代购 或者是直接到日本来购买 实在蛮不容易的 而在这个罗兰岗地区呢 就有一间日系的生活管业者 大手笔的特别引进 和日本同步流行的人气品牌 打算来抢供日系的美中市场 开幕当天现场大牌成龙 大家都准备来抢购 周末一大早购物广场上 涌现了长长的排队人龙 不顾室外炎热高温 都是为了等待开幕的这一刻 时间一到不熟乱 除了买还是买 挑逃不少战利品 买到的民众都直呼赚到了 润丝的 这个护法剂 因为我以前留日的 所以我在日本住了20年 当然最幸运的 不用坐飞机去日本买 对不对 这个就是日本的校素 然后我平时有关注一些 日本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药妆什么的 上个周末 这间位在罗兰岗的日系生活馆开幕 不少民众特地前来 就是因为贩售的日系品牌 真的难得一见 不论是人气彩妆 K-Make 或是口碑保养品 实责研究所等等 以往消费者都只能寻代购模式购买 如今日系生活馆就以直购 甚至直接代理方式进入消费者市场 也让品牌日商相当重视 强打日系品牌的好口碑 才开幕第一天 现场人气就已经红不让 业者不仅回馈送福贷 也大手笔以好康募会员 就是要在不定期促销时 让消费者都能减便宜 业者也强调 选择有蝴蝶商标的直音门市消费 才能享受最优质的购物服务 以上是东森新闻 李宗瑶 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李宗瑶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